大家好 昨天也就是美国时间11月15日晚上的9点钟 美国前总统川普终于逾其而知 向外界正式宣布 他将作为共和党的代表 参加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他的这一宣布 不仅履行了他于11月8日对外宣称 他将在11月15日对外宣告重大事项的承诺 也预示着美国2024年的大选 以及共和党内的初选 从此拉开了序幕 11月15日 可能注定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日子 他预示着美国的政治 又将进入到一个众说纷纭纷纷扰扰的700天 这的确很有意思 美国人将政治与生活之中 这究竟是一种严肃性的争夺 还是一场观赏性的娱乐 或许两者兼之 但无论如何 深入其中还真的是别有一番乐趣 不过 川普为什么要选择在11月15日 对外宣布这个重大的事项 他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我分析起来 大致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 11月8日之前 川普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充满了信心 一直期待着红潮凶龙 这是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最后想看到的场景 二是 11月8日选举开始以后 川普呢 就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将序幕已久的心愿呢 要及时的公布出去 三是 恐怕连川普都没有想到 中期选举的结果 并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 但他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现在呢 也只能是横下一条心 只剩下划算一条路了 唯一的选择呢 就是对外宣布 按时对外宣布 毫无退路可言 不过 川普的这一重大决策宣布以后 美国的各大媒体啊 开始议论纷纷 这不仅让共和党内部啊 感到尴尬 甚至连他的女儿伊万卡 都觉得很无奈 有关川普 要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件事本身啊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真正令人奇怪的是 川普为什么要急于公布这件事呢 他是迫不及待 还是急于求成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就想从川普 为什么要急于公布这件事 来谈一谈川普参与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心理状态 在谈及川普为什么要急于公布 他要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 这件事的心理状态之前呢 我们首先呢 要了解一下美国的大选历程 或者说是美国大选的基本时间安排 通常来讲 按照美国大选的案例和选拔的顺序 大致呢 有一个时间安排 比如说 此次美国的大选呢 应该在2024年的11月8日举行 再往前推呢 大约就是2024年的9月10月 由两党选拔出来的最后的两个候选人 进行电视打变和最后的造势宣传 再往前推呢 就是2024年的7、8月份 分别有两党举行各自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提名出各自的总统候选人 再往前推呢 就应该是在2024年的1月份的下旬 和2月份的上旬 进行各州的初选 或者说是各党内的初选 一直要持续到6月份结束 比如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呢 就是从2015年的3月23日起啊 由当时的克鲁兹 一共有17个人宣布参加初选 从3月16日到5月3日 在这将近45天的时间里 一共啊 从17个人淘汰到 只剩下最后的三个人 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啊 这也就意味着 2024年的总统大选 将在2023年的3月份 是各个党派内部 逆参加总统候选人的 最后报名截止日期 更加准确地说啊 就是所有 逆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都将在2023年的1月份 到3月份进行报名参选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推断的话 川普早在11月15日 就提出了他的参选申请 这样啊 他至少提起了45天 下面呢 我将就川普的这一举措 进行他的心理分析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认为川普这样迫不及待 其中呢 有三大原因 第一啊 就是川普对于2020年的大选 十分不满 耿耿于怀 可以说 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尤其是对于曾经 让他多次受辱的民主党 以及共和党内的某些建制派 他迫切地希望啊 能够用他的行动 和最后的胜利 能够报一箭之仇 二是 现在的共和党内部的形势啊 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或者说 在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川普啊 害怕夜长梦多 他想先发自刃 看谁敢跟他争斗 他力图用自己的威力 来吓唬住党内 跃跃欲似的竞争对手 三呢 他本想接触于中期选举的红朝 趁热打铁 乘胜追击 一股气啊 势如破竹 顺势而为 可以说 这三大要素 促成他迫不及待的 在11月15日 宣布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么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他的这种急欲求成 最后能够公就名成吗 对于这个问题啊 之前我已经介绍过 川普 若要再次登上总统的宝座 他需要呢 经过两关 但在我看来啊 恐怕他连第一关 都很难逾越 如果说 2016年 他之所以能够从共和党中脱颖而出 其原因呢 就在于 他是一个 众多人们所期待的政治素人 而时至今日 他恐怕很难顾忌重演 恐怕难就难在 他现在是一个 出卖杀气的政治狂人 如果抛开政治观点 紧就川普这个人而论 我呢 还是非常欣赏他的 日本应该一样天年 享受天伦之乐呀 但他却不吃辛苦 不惜代价 不畏利益 而忘我的参选 为了让美国更加伟大 仅从这一点的角度来看呢 的确让人敬佩 也许啊 这也正是他有众多民众支持者的 根本原因吧 但政治是残酷的 政治是一种妥协中的和谐 和谐中的妥协 但川普的性格和心理 决定了他 绝对是一个好人 但未必是一个好总统 或者说 他是一个50%的好总统 所以川普的问题在于 他不是再要努力去成为下一个总统 而是要努力成为下一个总统的总统 这句话的解释 留着日后 我们再仔细的分析 现在看来啊 川普很难获得共和党内的提名的原因 主要有三 一是 他已经有过三次失败的经历了 一次呢 就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 他毕竟败给了拜登 第二次呢 就是2021年的1月6日的国会冲突 第三次呢 就是本次的中期选举 因为我始终认为啊 本次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失利 或者说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与川普啊 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就连马里兰州的共和党籍的州长 也对川普啊 发出了抱怨 他说你已经连续三次 让共和党输掉了选举 这就有点像棒球比赛中的三级 你三级不中 你就出局了 第二就是 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 以及背后的资本大佬 并不看好川普 这就形成了基层选民 与党派大佬之间的分歧 从而导致了共和党的分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共和党内部 已经早已不是川普一统天下的时代了 第三就是 共和党以及川普的极端主义思想 很难获得共和党内中间选民的方心 这也就意味着 不仅川普本身需要改革 而且连共和党内部 以及共和党整个的思维 和他的发展方向 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总而言之 川普的爱恨情仇太过明显 很难不得建制派的认同 很难获得摇摆中的认定 也很难获得中间选民的认可 现在的很多美国人 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 一旦川普上台 人们不是期盼着改天换地 而是担忧着邪语腥风 无法预期的后果 也许才是川普难以最终当选的最大障碍 记得莎士比亚 在他的哈马雷特中 有这样一句话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 川普这么早的就宣布 要参选2024年的总统 相当于把自己 置身于一个失去调控功能的考乡里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要么是被考教了 要么是被考化了 所以我在想 再离其他共和党人 也将提出参选 2024年总统的这45天里 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也许川普过早的成为共和党内 其他人攻击的靶子 这对他而言 未必是一件好事 也许45天以后 等到别人整装待命 与他搏击时 恐怕那时的川普 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吧 但愿川普是一个永远的战士 好吧 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